当年他在大话西游中隔空喊话 如果非要给这份爱加个期限 我希望是一万年 彼时的他还不是星爷 只是一个为情所困的男人 最终周星驰和朱英 还是像大话西游中的至尊宝与紫霞仙子一样 没能走到最后 听娱乐八卦聊明星故事 就在娱乐白小生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朱英与皇冠中 错过之后变成了一辈子 大家认为他们之间的爱情美好吗 答案是肯定的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幻想着 至尊宝和紫霞仙子之间的美好 启迪周星驰和朱英的爱情始末 但现实并不是电影 特别是娱乐圈中的爱情 又怎么可能不食人间烟火呢 油盐酱醋生活琐碎 每一个都有可能成为爱情终结者 累了倦了也就分开了 至情至性之人的爱情就是如此任性 当年因为一场校园演唱会 她站在炫目耀眼的舞台上方 当追光灯扫过观众席 她注意到人群中 一双眼眸如星辰的女子 彼时的她是比昂乐队中的黄冠忠 周星驰的错过成全了黄冠忠与朱英的不可错过 1971年10月25日 天蝎座女孩朱英出生于香港 在那个没有美童的时代 朱英凭借一双又黑又大的眼眸 小鸟依人的外表 让她从小到大 稳坐小花之味多年 在没有遇到周星驰之前 最早认识朱英的人 正是她后来的老公黄冠忠 朱英上初中的时候 比昂到她所在的学校演出 那是她俩的初见 彼时的黄冠忠 虽然是台上万众瞩目的大明星 但是在人山人海的观众席 她却被一个没到让人无法转移视线的女孩 深深吸引 多年以后两人拍摄广告时 黄冠忠用粤语传情达意 道出当年初见朱英之时的震撼与心动 那个时候光线虽然很暗 但是黑暗中有一个女孩的眼眸 灿若星辰 一见难忘再见清新的故事 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黄冠忠比周星驰早很多年认识朱英 然而爱情从来不是以时间来计算筹码 计算成败得失的 十年后两人在娱乐圈重逢之时 朱英是周星驰的女朋友 也是租住在黄冠忠家楼上的邻居 1991年朱英主演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部电影 和周星驰合作的《逃学威龙2》 两个人坐在石头上 先帝娇羞地低下头 不停地拿眼睛瞟周星驰 时不时嘴角露出微笑 满眼的小星星 重情之情溢于言表 是否可以理解成 那个时候朱英就已经对周星驰心生好感 据悉在拍摄这段戏的时候 朱英笑场了很多次 启迪周星驰和朱英的爱情始末 看着周星驰 朱英无论如何都无法表现出严肃的表情 到了最后导演实在没有办法 只能将朱英的笑场剪到电影中 却没想到最终的反响出奇的好 现在回过头来看 是否是因为朱英的真情流露 才让观众津津乐道呢 1992年 这部电影正式上映之时 两人的地下恋也悄悄展开了 然而据圈内导演刘振伟爆料 他和周星驰合作赌胜的时候 周星驰突然向他透露 他想结婚 这部电影是在1990年拍摄的 当时周星驰的女友并不是朱英 而是他相恋三年的初恋情人罗慧娟 当时朱英还未出道 因此周星驰想要结婚的对象 并不是朱英 朱英作为一个新人 跟周星驰拍戏的时候 彼时的周星驰事业正直上升期 在业内也算小有名气了 从时间线来看 后来也有不少网友认为 周星驰的这两段恋情 有重合之处 因此一度有不少网友认为 是朱英介入周星驰和前女友 罗慧娟之间 促使两人分手的 不过据罗慧娟本人 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 透露的另一个版本 更加接近事实真相 据她回忆 她能明显地感觉到 周妈妈不喜欢她 虽然她说不清楚 这种感觉从何而来 但是凭借女人的直觉 她跟周母相处之时 明显能感受到 来自对方的敌意 周星驰对朱英 是否动了真情 据刘正伟回忆 因为朱英刚刚入行 周星驰对她很照顾 常常嘱咐她 若是有什么好角色 或者好电影 记得多给朱英作 1995年 两人合作的大话西游 成为朱英的代表作 那个圈了无数粉丝的 眨眼动作 俏皮可爱的一眼万年 成为与祖贤穿衣 清霞喝酒 张敏回头 并驾齐驱的四大景点镜头 然而如同戏中 至尊宝戴上王冠之后的决绝 爱到深处 竟然是无奈的分手 周星驰和朱英的分手原因 有两个版本 第一种说法是 朱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 她在卧室内 发现了一根 不属于自己的长头发 因此和周星驰恩断一绝 还有一种说法是 据香港渔记 朱皮透露 当时周星驰想和朱英 移民加拿大 但是这件事 办了七年都没有办成 据说当时 有小人从中作梗 被人秘密举报 周星驰有洗黑钱的协议 周星驰本人一度怀疑 是向华强夫妇所为 而向华强也曾拿着资料 到领事馆自证清白 然而 如果因为没有移民成功 就导致两人分手 这个说法未免有些牵强 其实很多人都忽略了 天穴座的性格特征 这个星座的人 他们很重感情 但是他们的占有欲也很强 对于不确定的感情 即使爱得再深 他们也会主动放弃 周星驰太过耀眼 他身边的绯闻女友 实在是太多了 多年以后 朱英在接受采访时 面对主持人的提问 他曾透露过这样的一个信息 曾经有过一段地下恋 因为体验感太差 因此主动放弃了 虽然朱英并未指名道姓 但是所有人都知道 他说的那个人是谁 那么朱英为何不能指名道姓呢 因为网络上 持阴谋论观点的喷子们太多了 朱英或许是担心 被人质疑拉周星驰的热度 因此才不提名道姓 然而依旧被人称作是别有心机 那么谁能给朱英带来确定感呢 这个人只能是黄冠中 那一天黄冠中家的水管爆了 因为水流冲坏了 楼下阿姨家的灯 所以楼下阿姨上楼讨说法 黄冠中觉得不好意思 于是找人帮忙修水管 弄了一个星期之后 还陪给阿姨一个灯 当时阿姨带着女儿上门答谢 黄冠中看到朱英的那一刻 觉得真人比电影上的 紫霞仙子还漂亮 同时也觉得很眼熟 后来才想起来 她就是当年那个 坐在台下看她唱歌的小女生 当时朱英实在是太红了 去黄冠中回忆 当时真的不敢追 虽然两人是楼上楼下 近在楼台的关系 但是她真的没胆子追 因为怕说破心事 连朋友都没得做 那么戳破我爱方林 这件事的是谁呢 黄冠中还真得感谢 自家看门狗阿黄的 一次意外出走 1998年 黄冠中家里 养的一条宠物狗走丢了 而且这只狗 还特别懂主人的心思 或许是看出男主人 不敢向美女表白 于是偷偷躲在朱英的家门口 朱英认出这只狗 是黄冠中的 于是将这只狗狗抱到楼上 还给了她的主人 一来二去 两个爱狗人士之间的 共同话题也越来越多 虽然彼时的两人 已经是相识两年半的 邻居关系 但是在黄冠中看来 若是从看到朱英的 第一眼开始计算 她已经暗恋朱英十多年了 然而即便如此 黄冠中还是不敢表白 彼此碰到的时候 她也只敢对朱英 说些不嫌不淡的问候 例如你收工了呀 拜拜等 直到某一天 黄冠中要搬家了 她才鼓起所有的勇气 大胆给朱英打电话 向她表白 问她可不可以跟自己约会 没想到朱英竟然很爽快地答应了 不过初次约会 恰好朱英要去机场 于是首次约会就成了送别 两人在机场吃了顿饭 目送她离开之时 皇冠中依旧有些恍惚 无法相信竟然美梦成真 朱英回忆两人的相恋过程 她也感叹 就像命中注定的 也很像偶像剧里的那些情节 因为一切都像是天意安排 因为他们乐队 每天排练都会很晚 她搬家之后 离我住的地方很远 但是无论她每天排练的多晚 她都会特意跑到我家楼下 对我打招呼 道晚安 那个时候朱英真的被她感动到了 因为她很深刻地体会到 这个男人对她是认真的 不是玩玩而已 众所周知 不敢见光的恋情 注定不会让女人有安全感 娱乐圈里的恋情尤其如此 那些看重名利身份的人 大多数都会将自己的感情 跟隐私隐藏得很好 但是皇冠中从来不避讳这些 每次看到朱英的时候 她不管身边有谁 也不会忌讳是否会被媒体拍到 每次都会大大方方地 向朱英走过去 热情地跟她打招呼 热情地聊天 有趣的是 两人官宣的那一天 依旧与狗有关 那一天两人约好去看狗展 没想到那边 恰巧发生了一桩娱乐新闻 当时所有的余迹 几乎全部在那边 无意中拍下了 两个人在一起约会的画面 既然被媒体曝光了 两人也没啥好隐瞒的 于是就这样大大方方地承认了 毕竟彼此都是以结婚的目的 谈恋爱的 也没什么可以顾忌的 2012年两人结婚生女 为女儿取名为黄英 从名字来看 夫妻二人多少 有些想让女儿子成父业的想法 2014年 两人生下二胎女儿 一家四口 其乐融融 两个女儿的颜值 非常幸运地 继承了妈妈的美貌基因 虽然朱英和黄冠中成家了 孩子也生了两个 但是每次她做客一些综艺节目 依旧有些媒体心怀叵测地 想将她和新爷进行话题捆绑 每次采访都会提起她的代表作 大话西游 之后话锋一转 就是绕到周星驰的身上 所以朱英每次都尽量避而不谈某人的名字 因为之前确实也掉入过不少这样的话题坑 例如那一套室内桌间论 从始至终 朱英都没有提及某人姓名 却依然引来不少的差评 或许是不堪其扰吧 毕竟朱英现在的身份是黄太太 如今朱英在参加综艺节目 也经常会拉上老公一起 面对这样的护花使者 那些采访者们也自然失去了很多 毕竟当着这样一位现任 再提前任不太合适了吧 娱乐圈里婚姻幸福的人并不多 朱英和黄冠中这对夫妻 十年婚姻风雨同舟实属难得 这里是娱乐白小生 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所有内容 喜欢视频别忘记点赞关注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的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